第三个问题 耶稣既然是由同志的玛利亚所生 和大卫的后一木匠的约瑟 就没关系了 为什么要称为两个族仆 马太福音里面 那个耶稣基督就是 那个称为许配给约瑟的玛利亚所生的 所以马太福音里面 强调应许王权 从亚伯兰开始到大卫 到约瑟 那个生耶稣基督的玛利亚 就是许配给约瑟的 但是反过来 路加福里面那个家谱 学者们认为 那里面说 约瑟是 那里面提到了约瑟 实际上有的学者说 是他的儿子生约瑟 实际上是指他的岳父 所以那个族谱是玛利亚的族谱 无论是从约瑟的族谱 还是从玛利亚的族谱 耶稣基督都是大卫的后裔 从约瑟的后裔没有血统关系 是法理的关系 生在约瑟的名下 旧约里面 大家还记得有这种羊子的概念吧 罗马时代也有这种羊子的概念 旧约也一样有 把亚伯兰说我既无子 那收养我在家里的这个奴隶 作为我的儿子替我承受你个祝福 No 上帝拒绝了 亲自生的 有羊子的概念 法律上的义子 羊子 所以耶稣跟约瑟没有血缘关系 但是生在他家 法律上是做他的儿子 这个没有毛病 那玛利亚是有血缘关系 因为从他的子宫里出来的 所以这个就不用解释 两个族谱 然后一个是血统上的大卫的子孙 一个是法律上的大卫的子孙 都没毛病